立陶宛受表態杯葛冬奧 外交抵制成國際共識 台海危機 中共企圖用這個秘密武器逼退美國 江澤民以武統台灣逼供習近平 美議員團11月二度訪台 北京急了 胡斌森當選國際營警組織執委 野露國際聯盟 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將於明年2月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因人權問題不斷遭抵制 隨著美國總統拜登上星期拋低震撼彈 宣告正考慮外交抵制 明年北京冬奧 其後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 相繼傳出考慮杯葛的消息 外交抵制意味著 將無政府官方代表參加有關活動 美國多名共和黨人正積極推動抵制北京冬奧 民主黨也有類似聲音 其中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認為 美國政府可以在不影響運動員參賽下 在外交層面予以抵制 美國總統拜登上星期表示 美國正考慮杯葛北京冬奧 立陶園媒體15min11月25日報道 當地教育科學系體育部長 書格日迪尼烈以正式表態 拒絕出席北京冬奧 據他所知 其他官員目前亦不計劃出席冬奧會 令立陶園成為首個表態 杯葛冬奧的國家 星期日泰吳士報早前報道 英國正與盟友積極討論是否外交杯葛 英國議員伊恩·鄧肯·史密斯著士 是跨黨派議會中國聯盟iPAC的聯合主席 他問英國政府是否會宣布 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下議院領袖Jacob Rees-Mogg 星期四回應說 據澳媒色尼先驅神報星期四報導 在澳洲國會輿論的壓力下 澳洲政府正在考慮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並傾向與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協調行動 色尼先驅神報說 由於國會議員要求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呼聲越來越高 坑培拉正在考慮不派任何政府官員 參加明年的北京冬奧 一位加拿大官員向當地傳媒CTV表示 政府正與其最親近的夥伴討論是否杯葛北京冬奧 流亡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姚誠 在《政經》最前線節目上表示 中共解決台灣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要將美國逼退 中共不需要用高超音速導彈對待一個台灣 但中共的常規武器仍無法與美軍相比 但打不贏 美國的航空母艦不用來就完完全全能以核潛艇 令中共的海空軍、火箭軍打回去石器時期 所以中共發展導彈、火箭軍主要是對美國進行核威懾 但美國的攔截系統好先進 中共導彈的突破能力還不夠 所以才研究高超音速導彈 至於美國有顧忌 不過不是這個高超音速導彈有多厲害 而是它能折下來有點難 姚誠披露 美國的高超音速導彈已經研製了很多年 這個技術很多地方取決國家的太空技術 美國的太空技術 航天飛機是沒得比的 60、70年就能夠上月亮 而中共先研製了一年左右的時間 姚誠表示高超音速導彈一般會被放在大西北、 陝西、甘肅等地方發射再進入太空 美國就是控制固體燃料點火的這個技術被中共偷了 因此中共在擁有這個技術後 它的火箭在空中打到軌道後可以將火箭關掉 截散燃料等導彈在太空中飄移 當導彈追上來時 它發動機又點火又加速 特別是它到了目標上空後 無端置的垂直向下大於5馬克速度 攔截導彈也很難達到這種速度 當中共有了這項技術 美國要攔截就難些 而現在主要的問題 其實就是中共是否通過了這項技術 疑合威脅迫美國人退出 就在國際焦點被彭帥風波搞動 逐漸淡化炒作台海戰爭之際 海外多維網站11月24日發表一篇名為 《春秋北 江澤民 台灣問題是我最大的牽掛》的文章 暴露了江澤民迫攻習近平快點武統台灣 這篇文章比較詳細地聚述了中共前黨魁 軍投江澤民對武統台灣的迫切態度 此文甚至還明確披露 江澤民對台灣問題的觀點是 如果我們要採取軍事行動 二早不二遲 台灣問題不可能一直拖下去 要有一個時間表 北京市國觀察人士對此評論 作為江派的發聲渠道 此文明顯在此集結 號召江派官員 特別是軍中將領迫攻習近平 要快點把統一台灣的問題解決 這是江澤民多年的心血和願望 據流亡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教耀成 披露習近平上位是中共元老的佈局 佈局的主要任務 就是將台灣問題系租在他的身上 習近平上台後的前兩三年 一直在鞏固權力 清洗江派的人 所以就搞反腐打腐 2015年習近平開始軍改 就是承諾老一代的人對他的捉托 即解決台灣問題是你 習近平的責任 如果不是解決台灣 你做不到總書記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為建行的讚稿人王有群 法文稱當前中共最高層 最希望馬上武力攻打台灣的不是第二個 而是習近平最大的政敵 江澤民、曾慶紅 他們製造輿論等 習在台灣問題上陷入大麻煩 讓習近平和美國鬥起來 然後江澤民、曾慶紅 和華爾街的老朋友聯手 除掉習近平 發大財的救夢 這可能是江澤民、曾慶紅目前最大的願望 據中央社報導 美國聯邦跨黨派眾議員訪問團 於11月25至26日訪問台灣 這是本月美國國會訪團二度訪台 台灣外交部強調 美國國會再度組團來訪 展現美國國會兩院、兩黨對台美關係一致的堅定支持 此行有助深化台美深厚情義 台灣總統蔡英文26日接見訪團時表示 在區域情勢上 台灣會與美國強化合作 捍衛共享價值 確保區域穩定、和平發展 台美將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雙方政策方向穩定 台灣更希望與美國一齊推動雙邊同區域及全球的貿易政策 他還提到 明年1月開始 退赴會將派員常駐華府 增加就業輔導、醫療等交流 總統蔡雙方繼續努力 令台美合作有更豐盛的成果 眾議院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主席高野 致辭時表示 這次來臺是提醒夥伴和盟友 對於自由、安全、印太區域的承諾與共同責任 是前所未有那麼強勁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盆石 台灣不但是民主的成功故事 可靠的夥伴 更是一股良善力量 相信未來美國官員訪台會成為常態 法廣報導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26日表示 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外長王毅昨天就美國邀台灣參加民主峰會表示 台灣不是美方手中的棋子 不過他承認民主是各國追求的共同價值 美國官方刊物《星條旗報》23日報道稱 議員團此前視察了日本和韓國的美軍基地 高野在沖繩談及台灣時表示 我們不想見到武力統一 在美國議員接力訪台之際 兩岸緊張局勢升級 根據台灣空軍25日晚間發佈共機動態 一架運8電偵機 一架運8反潛機 侵擾台灣西南ADIZ 空軍派遣空中巡邏兵力應對 廣播驅離並以防空飛彈追蹤監控 11月25日國際刑警組織宣布 中共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胡斌森 當選為亞洲地區執行委員任期三年 胡斌森是中共公安部的一級督察 和國際合作局副局長 他被國際人權組織稱為綁架局長 他的當選在國際社會上引發很大爭議和不安 原因是人們擔心北京繼續利用這個國際組織 迫害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 在中國境內 中共公安部負責維穩的主要任務 同時是做出侵犯人權行為 鎮壓不同政見的主要實施單位 在國際上 中共公安部則利用國際刑警組織 觸報流亡的異議人士 和失蹤的中國公民引發輿論譴責 公開資料顯示 中國每年通過該組織渠道 發出協查案件約達3,000單 每年發出的紅色通緝令高達500多單 一些公察人士認為 胡斌森的當選是北京在背後操作的結果 當選結果一公布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立即發布聲明譴責 該聲明表示 胡斌森的當選 將為中國政府持續濫用國際刑警組織 作為鎮壓工具開綠燈 並導致海外的幾千名香港人 維吾爾人、西藏人、台灣人 和中國籍政治異議人士面臨更大的風險 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在聲明中呼籲國際社會 不能夠允許中共繼續將其執法、黑手 伸入其他國家 各國政府應該撤銷和中共及香港的印度條約 而保護海外的民運活動者、異議人士和流亡者 免於中國當局的騷擾和恐嚇